钟闪闪正是卸任农夫实业法人代表 但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遭媒体曝光自去年以来 一年间已经卸任12家法人职务 其中大多都是农夫山泉各地区子公司与养生堂相关企业 为何钟闪闪突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始频繁卸任法人 种种反常行为的背后到底是开始怕了还是要跑了 曾因一封辞职信一夜蒸发478亿市值的钟闪闪 这次卸任法人又会对本就摇摇欲坠的公司股价带来怎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钟闪闪卸任法人背后的那些猫腻 3月11日深陷舆论漩涡的农夫山泉董事长在被爆出最新动作 原本由钟闪闪担任的这将农夫实业法人代表 之后将转由饶明红继续担任 据悉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 注册资本5000万 由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十五 此消息一出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不少人因此怀疑钟闪闪在如此关键时机宣布卸任公司法人 是不是受近期舆论影响开始害怕了 还是在憋什么大招准备要跑了呢 钟闪闪一年卸任12家公司法人 背后到底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 其实除了这次卸任农夫实业的法人之外 自2023年以来钟闪闪已经陆陆续续的卸任了 农夫山泉旗下相关12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职位 其中不只包括农夫山泉各地区的饮用水公司和饮料公司 还包括了不少养生堂相关的医药保健公司法人职位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钟闪闪卸任农夫实业法人代表职位后 新接手这个法人职务的饶明红 据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显示 目前已经担任了24家农夫山泉相关公司的法人代表 而钟闪闪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如此频繁的卸任法人 难免让人怀疑农夫山泉的经营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让钟闪闪如此急迫地想要与其撇清关系规避风险 不过对此也有网友表示 钟闪闪卸任法人不一定是什么坏事 虽然她不当法人了 但是还仍是公司股东 这么做也有可能是为了降低因她个人原因造成的负面 影响 停息舆论稳定股价 三年前钟闪闪一封辞职线 导致农夫山泉与万泰生物市值一夜之间蒸发478亿 如今农夫山泉深陷舆论漩涡 自3月1日起官方旗舰店已经连续多日没有直播 销量下降90%日销售额仅剩2.5万 公司市值更是连连下滑 短短几天就跌掉了320亿 董事长钟闪闪却在关键时刻突然宣布 卸任旗下公司法人再度将事态升级 而网友们此次之所以会如此紧张 也是因为不少大佬的前车之鉴 毕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阿里巴巴的马云 SOHO中国的潘石仪 都是在巅峰时期辞职跑路海外 如今钟闪闪突然宣布卸任法人 可以说是直接踩在了大家的雷点上 不少网友因此纷纷在评论区中留言 提醒相关部门丁锦丁 毕竟他儿子已经是美国籍了 如果不是钟闪闪的这一步举动 谁也想不到原本只是一个 卖不出去水的问题 最后竟会发展得如此严重 这下恐怕是不好收场的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